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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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左星尾 我算是農頭貴名譽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南表現 台南一樣持續性行程 是開低走低,那今天收盤 幾乎收到今天相對的最低點 那今天指數已經創低 來到16657點 那到今天這個收盤 一樣是大跌197點 延續到今天為止 從當時再從上上個禮拜 禮拜四指數 進入到這個月均線的壓力區 的後續 已經到今天形成連續 連續九天的一個連九黑 那這一趟台股我想 就是說從前波 創這個波段反彈新高 來到8月5號 這17643點 到今天已經整整拉回 高達這個986點 986點 那畢竟我想 就是說針對我們在當時 當時在這個8月4號 5號的那個當下 其實為了說我們在當時提示 給各位這個車內面的一個重點 很清楚 就是說當時 月線的一個趨勢已經開始向下 月經線趨勢往下 那這個盤已經轉化為一個叫高檔震浪盤 那高檔震浪盤 畢竟就是說從當時 這波A波拉回 拉回1,100多點 後續我想是在當時 月經線也跌破 跌破之後破有彈 彈到月線的位置點 繼續再往下做發展 後續這一拖反彈 彈了750點 那當然的話 到上上個禮拜 禮拜四 8月5號 8月5號 我們這個是在8月4號分享 各位的 就是說在這個階段點 已經進入到這個下彎 下彎的一個月經線的壓力區 那當然的話在那個當下 我們請各位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無論如何 你要去掌握這個叫高賣的一個策略 高賣的一個策略 嚴格是區分 這個個股的一個相關的位階 那畢竟就是說 隨著它形成一個連續 這9天的這個拉回 我想拉回到今天 相對我們在當時 不管是說我們從8月4號 8月5號開始 我想我們這些 針對在當時 請各位務必要去執行 避開的這些相關的個股 我們是全面性 都是一樣事先 就分享各位 那畢竟我們在當時 我們是鎖定一些IC設計的這些個股 那這些個股當然的話 都是全市場 非常非常熱門 成交量都很大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IC設計 這些個股 陸陸續續 產生它的一個高檔的一個賣出訊號 那高檔賣訊一產生 如果說各位 你能夠掌握住這個關鍵的一個賣點 我想這一波這個快速做修正拉回 快接近千點的這一趟拉回 畢竟 這些個股 動輒一拉回 都是20幾% 30幾% 一趟的一個拉回 那各位 你掌握住這個關鍵賣訊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當然 你都可以去做到一趟 全面性 輕鬆的一個避開 避開這一趟 快速修正拉回的一趟的一個風險 因為畢竟在到目前為止 全面性做一個創低 那當然我想延續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針對一些個股 畢竟之前叫做高位階 那經過修正拉回之後 已經進入到一個相對的一個低位階 那重點是說 你要配合這個買點訊號的產生 陸陸續續做產生 你在做一個買進高賣低買的一個策略 那畢竟我想以這個波段胎股大盤 我想這趟拉回很主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說我們這個相關 針對這個現股當沖 當沖的這個稅率的這個問題 到底還不要是做延續延長 那後續也是有這個結論出來 財政部那邊是同意延長 延長三年 那重點我想在這一路 大盤連續性這個拉回 每天開高走低開高走低 連續9天的這個拉回 相對應 我想到現階段為止 全市場已經目前沒有主流 那沒有主流 畢竟一些具有權重性的一些個股 也隨著這個台股大盤做一個拉回 那這一趟拉回當然的話 我想到目前為止 各位你能夠做的一個事情 當然的話一樣 讓靜帶這個盤 形成一個叫做自然的一個落底 自然落底 因為畢竟這個波段 一拉回拉回986點 這拉回的弧度5.6% 那反之就是說 以近期的這個融資 現期段都在做一個大幅度 清洗糊額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我想以今天這個融資 一定砍出更多 在昨天是砍了44億 那當然的話我想到昨天為止 這一個波段大盤拉回5.6% 那融資也從這個2939億 到昨天剩下2732億 等於說這個波段融資已經砍出 這個206億多 那這個砍出的一個減弧 減的一個弧度7% 少掉的弧度減弧是達到7% 那問題這個7%已經比大盤的一個 拉回的弧度更要深 那代表的一個含意我想 這個已經清洗糊額 已經進入到一個尾聲 進入到尾聲 那現階段 靜待它這個大盤形成自然落底 那當然的話 一些相關的一些 具有權重性的一些指標性 一些個股 無論如何你也要 就是說衝出來 單鋼這個盤的一個指紋的一個要角 因為現階段各位 你透過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包括像大盤的部分 從當時819號產生賣訊 17505的後續 到目前為止 完全都還沒有買點做一個產生 那權重性的一些指標性個股 包括像台積電 台積電從賣點在593一路拉回 我想現階段 不管大盤不管個股其實 雖然買點還沒有去做這樣產生 那問題已經有一個現象已經產生 不管像台積電 這趟拉回15塊 聯電這趟拉回大概10% 10幾% 6.4塊 甚至像聯發科 這趟拉回60塊錢 全面性 我想各位你透過一個指標 已經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以現階段 不管大盤不管個股 已經都已經形成一個叫做指標 背離的一個狀況 那什麼叫指標背離 就是說股價像台積電到今天還在做個創低 股價已經創低來到578塊錢 那各位你看一下就是說 在當時前面那個低點 前面低點在這一邊 它的一個空房力道很長很長 到現階段股價做一個創低 股價創低 那問題指標 指標並沒有做創低 我想像台積電是如此 大盤的部分 這邊一樣 前波低點在這邊 今天繼續做個創低 那問題指標也從這個很低 往這個已經第三個點 當時這邊創低 最低點在這邊 後續又破底創低 指標已經稍微做收斂 到今天 持續性又做創低 那今天指標已經比前面那個低點 股價創低那問題指標已經沒有形成 一直要創低 我想這正是代表一個 所謂的叫打底 背離的一個現象 已經開始指標在做打底了 那我想聯電的狀況一樣都是如此 股價都一直創低 那問題指標都做收繳 做收繳 那當然的話 現階段就是要靜待 什麼時間點 形成一個叫油黑的翻紅 產生這個買點 我想包括像台積電已經 越來越接近 那畢竟這檔個股 是大盤蠻具有這個關鍵性 能夠把這個跌勢 去做它扭轉的 一檔關鍵性的一檔標的 那比如說我想後續各位你就密切觀察 台積電什麼時候能夠不能夠指手不攻 後續只要它形成 指紋之後的一個反攻 那當然的話 這樣子是整個大盤 才有這個機會 去形成一個後續 整個一個指紋下來 開始做個反攻 因為畢竟到今天為止 整個盤面完完全全都沒有主流 不管航運不管IC設計 全部都在跌 全部都在跌 那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很難 就是說你要把這個跌勢 去做到直接扭轉 沒有主流 當然的話 投資信心不足的一個結果 當然的話 你只有純粹 一部分一小部分的一些個股的 一個表現 零星的這個表現 很難把這個盤去做到這樣 扭轉的一個動作 是針對大盤的一個部分 我們花多一點時間來跟各位做分享 那畢竟就是說針對在近期 包括我們在昨天分享 各位一檔運輸類的 這檔標記 像建興國際 一樣航運類伍的一檔標的 買訊產生 昨天是大漲 盤中有光要漲停 那今天盤中找盤 一度都還漲了8%多 到後續當然的話 也受到這個大盤的拖累 整個小跌 形成一個小跌的一個態勢 那當然的話 這些個股 你至至少少 在當時 你不會在高檔 你都有形成高賣 高賣策略的投資朋友們 當然的話 拉回你已經避開 一趟很大很大 一趟的一個拉回的弧度 那畢竟這些個股 高賣低買高賣低買 我想針對不同個股 我們一樣提示各位 你要根據訊號 我們來執行 很簡單的高賣低買的一個策略就OK 那畢竟針對這檔標的 我想這是非常具有經典的一個 指標性的一檔個股 為什麼那麼關鍵 就是說 像點區這樣標的 不然說我們在當時 7月30號 它產生這個波段 買點的時候 我們是第一時間就分享 各位 那當初買點再多 149塊半 那買訊一到我想 全面線連續五天 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 功高上去 我想就是說 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為什麼 各位 你要會買也要會賣 你如果說你只會買不會賣 這檔標的到今天 已經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在823號的線圖 這個已經拉高上去 這一趟拉回 已經比這一趟低點 這檔標跌破 那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一樣提示給各位就是說 如果各位 在當時我們買點產生 第一時間分享 7月30號 我們在9點29分 買點一趟 我們也分享 各位 拉高 你重點 多的一個力道 它不斷不斷在做創高 那問題指標一直背離 一直背離 我想這個你透過線圖 你都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都已經有形成一個叫 做頭背離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後續到8月6號 油紅翻黑 這邊產生賣點 賣點在181塊錢 那181塊錢當然的話 不然說我們在8月6號 就上個禮拜禮拜五 一樣全面性 我們也把這個賣訊 第一時間 上上個禮拜禮拜五 我們在1點02分 8月6號的1點02分 這個賣訊尾盤產生 我們一樣第一時間就分享 各位 會買也要會賣 賣掉之後 我想 以點續這兩個股 一樣IC設計 到今天收盤收到125塊錢 今天又打到跌停 收盤要收收跌停 這一趟拉回 56塊錢 已經拉回超過三成 那如果說各位 像今天是125 當時買點在多少 149塊半 如果說各位 你只會買不會賣 我想到今天 剩下125塊 你已經套了大概25塊錢 已經套了25塊錢 不然這個百分比 都已經超過十幾% 以上的一個套牢的弧度 這一趟你一買一賣 會買會賣 你可以賺40塊 那問題 你不會賣一拉回 一拉回56塊錢 全面性 不僅僅 該賺的沒有去賺到 還形成一個叫倒賠 那這樣實際上 狀況我們也不斷 還是跟各位說 強調為什麼 會買也要會賣 你不會賣 我想很容易 抱上去又抱下來 不僅僅該賺沒有去賺到 還形成一個叫套牢的態勢 這真是點續 那另外我們從8月4號開始 我想我們在當天 也特別特別有列舉 這六檔 這個IC設計的這些個股 那這些個股 一樣 陸陸續續 產生它的高檔賣訊 我想這個賣訊 對各位來講 真的是蠻具有這個關鍵性影響 就是說你在當時 你高檔會賣 我想到目前為止 這一趟修正拉回 就跟各位 比較沒有一個很直接的相關 那包括我想我們在當時 分享各位的這個股 像創委 當天8月4號產生賣點 138.5 那我們分享各位 在早上10點多 甚至包括在下午盤後 我們都不斷不斷提示各位 你都還有機會跑 你都還有機會跑 你隔一兩天 你要把握趁反彈 趁反彈 你要去做賣 那像創委在隔一天 隔一天最高來到140塊半 那賣點在138.5 140塊半的話 你可以全部 完全 去做這趟專家成交 賣掉之後 一路做修正 那創委在昨天 昨天是來到96塊錢 這一趟拉回 42塊半 一張沒賣差了多少 差了4萬多塊錢 30幾% 超過三成一趟的拉回 那我們在昨天也預告各位 就是說 比創委 創委在這個買點訊 要即將做一個產生 那即將做一個產生 在今天 今天果然做一個產生在101 那畢竟我想 這盤市實在是太惡劣 那太惡劣的指向結果 一樣 我們是執行高賣低賣這個策略 那買點在101 那後續有在做一個跌破 那跌破 依然請各位 密切 Follow住這個訊號 來執行動作 賣點還沒有產生 那當然的話 我們還是做個續報 還是做個續報 因為畢竟 這個位置點已經 避開 帶各位避開超過40幾塊 那40幾塊我想 這個timing 我們在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過就是說 很多的一些急殺過的這些個股 很容易一下子買點 一下子賣點 一下子賣點 就是說它進入到這個尾端 沙盤的一個跌勢的尾端 或者是說 漲勢的一個尾端 很容易看到一個叫 忽賣忽賣忽賣 那重點 一樣全面性請各位 配合 根據訊號的一個動作 來執行這個該做的動作 買訊在101 後續就算又產生賣訊一產生 一樣二話不說 就先做個退 後續如果說 因為畢竟這個拉回弧度 已經拉回30幾%了 我想這是隨時 都會形成一個叫跌升之後 反彈的一檔標的 我想這個已經 率先產生 這個買點的一檔個創委的部分 後續一樣請各位 跟緊訊號 來執行該做的這個動作 我想至至少少 我們已經避開這個 40幾塊的一個 修正的一個 拉回弧度 現階段 都已經進入到 一個相對一個低檔區 已經拉回40幾塊了 當然 訊號一到 我們就直直執行 我們該做這個動作 另外核銳也一樣 都是IC設計 我想這都是市場 非常非常熱門的一些標的 當時賣訊在112 我們在8月4號分享 各位隔一天8月5號 最高就是來到112 一點不差 你可以賣在112塊錢 後續一修正拉回24塊 余降20幾% 那我想以創合瑞 昨天買點產生在93塊3 93塊3 賣點已經出來了 那買點訊號一產生的話 今天 尾盤又隨著這個大盤 全面性要做一個拉回 有跌破這個買點 重點一樣 賣訊還沒有產生 我們依然都是執行 這個續報的動作 後續一樣跟緊 訊號來執行 這樣子很簡單的一個操作 來創造 這個後續如果說 整理穩單之後 再談上去 我講我們 就是帶各位 再來賺後續這一趟 緩彈 強彈這一趟的一個價差 合瑞亞的部分 九七 這一趟拉回一樣 8月4號分享各位 隔一天早上翻單6塊 彈了6塊錢 是要提供給各位 做賣的一個動作 後續你不賣 一拉回一樣三十幾塊 到今天 今天他早盤產生賣點 在148 後續147塊半又產生賣點 差五天 一樣請各位 該買你做買 該賣你還是先做退的一個動作 後續又產生賣點的話 他依然會做到直接的產生 一樣請各位 Follow住這個訊號的動作 如果當時能夠賣 賣在這關鍵一百七十幾塊錢 你能夠賣掉 我想你已經避開 二三十塊錢的一趟拉回 一樣我想 就以這個風險係數來講 買低位階 風險至少已經降了三十幾塊 二十幾塊的一趟拉回 那當然現階段 這個盈率至少 都是位在相對低位階的個股 愛普 我想 以下這些個股 買點都還找得很 請各位就不要亂搶 當時愛普 賣點在754 當天收在756 你都可以賣得很輕鬆 到今天愛普剩下585 拉回多少 一百六十九塊 一張沒賣 差了快接近十七萬 很恐怖 你有這個關鍵賣點 我想你都可以很輕鬆 避開 這趟快速拉回 到今天已經存在 當時在這邊 一拉回快接近一百七十塊 一張沒賣差了十七萬 負點 當時8月4號還有一百三十幾塊錢 到目前剩下九十三塊四 一樣都是快接近三成 28.7%的一趟拉回 敦泰 到今天差多少 差了八十七十九塊 一張沒賣快差了快八萬塊錢 我想這都很恐怖 賣訊 買點都還沒有 這個距離買點都還有一大段距離 我想這些個股一樣都請各位 耐心等待 回撤買點產生 你在做動作就OK 目前還不要有任何 去做這樣搶彈的一個動作 天域也是一樣 空方力道完完全全 連收斂都沒收斂 還在做一個持續性的創低 一樣請各位 碰都不要去碰 碰都不要去碰 天域的部分 到今天已經來到了 我想都沒有一個收斂的狀況 一樣靜待 回撤買點產生 要買 我們再帶各位來做買進就OK 相關行業股 一樣都是賣高買低 當時不管長榮 不管陽明 長榮賣點 高檔賣點在201.5% 後續一拉回40幾% 陽明賣點在212% 一拉回 股價腰斬 已經除以二了 一拉回50幾% 那最近這個波段 陽明都是在這根K棒 117-135這個範圍 在做一個平台的一個反戶打底 那這個反戶打底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也跟各位做分享 我們在針對30分鐘買點 在113 60分鐘買點 在125.5 我們也分兩批去做買進 那買進去後續的話 我想針對 像陽明30分鐘買點 在這裡 60分鐘買點 在125.5 後續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有先賣一趟 138塊 在9點18分 9點18分 我們掛著138 後續到10點半 有來到140 那當然的話 138 全部都是做到讓傳家成家 我想這兩批的一個操作 等於說 最多可以賺到25塊 這個都20幾%的一個獲利 獲利先放口袋 後續一樣 目前這個陽明一樣 都是落在極度 低位階的一檔個股 極度低位階的一檔個股 極度低位階的一檔個股 當時200多塊 我們每天要各位賣賣賣賣 不要去碰 一修正拉回 腰斬 腰斬 現階段都已經進入到這個 低檔區 低基期 那當然的話 我們帶各位去搶 它這一趟反彈 重點我想 這個畢竟修正幅度太大了 修正50幾% 它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立馬的一個強攻 這量還不夠 那等於是說 後續就是我們先執行一個比較短 先高賣 急拉 我們就賣 急殺 我們再做買 先透過這樣子來來回回的操作 後續 只要說這個是符合清洗完成之後 才會有一個比較像樣的反彈 那那波反彈 會直接看到190塊錢附近 那當然的話 一樣 近期我們先執行 急拉我們就賣 急殺我們就買的一個短線的策略 我想你有套牢 陽明 貨櫃三雄 相關各國的都 一樣 我們都帶各位先執行這樣子 短線的一個 極短線的一個價差 一趟 像這一趟 二十幾塊錢 十幾塊錢 一趟一趟 來降低各位 你的一個持股成本 我想這樣透過幾趟的一個操作 也一樣很輕鬆很容易 協助到各位去做這樣 反敗為勝 成功的一個結套 那當然的話我想 全面性我們的動作 一樣 全面性根據這個訊號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工序我想一樣 各位你如果說取得 一樣我們都提供給各位這個 加入會員 你就可以直接 互贈這個軟體的這個活動 買二送二再加一 短期兩個月 你就可以享有五個月的服務 好那祝各位明年財務順利 我們明年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